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这个正向的天空的时间 今天就是这个2020年8月29号星期六的时间 今节就有许乐山,还有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澳洲隐藏小金与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金 各位网友好 纽西兰,差点又说错了 纽西兰的小波罗,热得太阳 大家好 好了,记得点赞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梦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正向浪费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继续讲这帮泛暴派 民主党说我自己出了 搞这个言任那方面的民调 调完又调,这样调了 跟着我们都说了,中建华去到 这个癫老,中建华去到这个钟庭耀 马中 都现在继续,还有那个 之前社长都有讨论过的 梁启智也有份出来做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真的相当之笑爆醉 那我可以说的就是 咦?民主党是不是叫做所托非人呢? 还有是不是不是很懂得玩这个叫做民调那方面呢? 应该是怎样设计呢?还是怎样呢? 还是想制造一个叫做高潮跌起的感觉呢? 就是被人觉得,哇,很有危机感啊 现在呢,那个民调那方面呢? 哇,大危机啊 跟着又说,这样那样 结果我们稍后再说 你刚刚哪一次呢? 香港民调究竟又出了什么结果出来 不知是这个叫做卖绝地求生 PUBG还是绝地求生,究竟是怎样呢? 究竟什么葫芦买什么药呢? 我们一起聊聊聊聊 一起可以留言说 我们很正向地去研究一下这件事 好了,最近这个香港民调研究所 直视香港民调研究了 找了一个叫做群组式的调查 就叫做我们香港人 在这个叫24至27号的时间 用电邮的方式呢? 就问了大概18000个市民 好了,再经过一些处理 对于资料那方面,统计啊,什么都好 得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对于这个范步派的立法会议员呢 那个去留问题的意见究竟是怎样呢? 哇,再一次呢? 就是之前那个叫做钟建华那个呢 已经是领了一项劲的了 但是呢,这个来的这个就相当过瘾了 我们一起听一听这些数据呢 大家一起跟着我们去试一下吧 好啊 给了不同的选项 有54个巴仙的受访者呢 是表示 支持民主派议员全部离音 超过一半了,紧熟 紧熟 紧熟 54个巴仙叫他们全部 全部啊,一个不留,掃地出门 全部,不要都走 是啊,好啊 这个就,哇,立刻听到 好像觉得很干净的那种感觉 很清新啊,很舒服啊 就是那个叫做 就是没有了一些很局促的感觉 啊,我想女性会很明白啊 啦啦没有了一些局促的感觉 那是怎样呢? 是好像没有了这个负担一样啊 好了,支持他们全部流任的呢 全部啊,流任呢 就只有24个巴仙而已啊 哦,这么少啊?哎呀 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得民心啊 咯,我们就这样看啊 全部流任的就24% 即是有部分呢 像啊杨岳奇说的 督眼督鼻 是吧 就是宁愿,如果看到你在这里呢 我宁愿全部 就是不会支持你们全部流任 那你们全部走啊 是不是呢? 尤其是有些什么,朱海迪那些啦 就是票债票上,现在开始要你还 那好了,支持部分议员 流任,同时就部分议员离开的话呢 即是有些走,有些就不走 有他们自己,哎呀 他们喜欢怎样就怎样的那些呢 原来只有12%啊,更少啊 就是有些他们弹出弹入那些呢 你们喜欢怎样就怎样 只有12% 应该照计来说呢 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想 或者直觉上呢 应该这个应该会是最多的嘛 就是你喜欢流就流 走就走咯 是不是呢? 吃就不吃就吃就不吃啦 就是自助餐那样 吃饱了你就走咯 没饱的你想多年吃的 那你就继续吃咯 是啊 反而这个最少的 我觉得过瘾了 我觉得那个 就是做民调的方法是影响到那个结果 就是我自己的估计 找自己人做的了 那个方法是有问题的 嗯 我认为 就是有些事情他们认为呢 嗯 那不过是我自己估的 这个也是 他们那个想法呢 就是这班人呢 本来应该是会支持他们留任的 嗯 那结果呢就是搞来搞去呢 都搞不到支持留任的结果出来 哈哈哈哈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所以他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我们讲一讲 其实这个刚刚这个民调呢 咦 咦不是呢 之前又说九月底才有消息吗 那为什么突然有一个出来的呢 要讲一下了 这个叫做我们香港人的计划 其实就是这件事呢 名誉总监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监就是总监 名誉总监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梁启智握电梯的哦 原来这一堂事就说 那 社长说的那些呢 又不是不无道理的哦 这次的民意调查呢 其实 和民主党委托他们做的事是无关的 那即使啦 喂 这一件事呢 民主党很难下台了 喂 如果梁启智 他这一堂叫我们香港人的计划 做了这个数据出来 喂 想想啊 有一半都叫你走 那没有理由 到时民主党做出来的 大笔数叫你们留任的啊 是不是呢 你又不能距离太远啊 哇 梁启智你设了一个很大的事录架给他们啊 记得周星驰不是有电影打桌球的吗 是不是叫《龙的传人》啊 是 那个也是周星驰 周星驰 不知道打到把桌子都穿了 打到桌子 打到桌子 是 这样动过去嘛 大哥 现在这个事情都搞得很大哦 即是你现在禁止十几个巴仙 是支持你们全部留任的 那你没有可能民主党到时说 支持你们全部留任的 超过五十个巴仙 你很难差那么远的哦 那为什么呢 梁启智呢 喂 这次真的夹住他们 夹到影影那只哦 那好吧 梁启智又继续说什么呢 他说 他强调啦 这个星期呢 更糟糕 民主党呢 我想要加码才行哦 就是加码 喂 这次怎么办呢 跟我怎么做这条数据出来啊 就是给大构点 叫梁启智收手啊 梁启智说 这个星期呢 会再加码 就会继续去调查一些 有关于立法会这帮帆部派议员去留问题的 还说哦 不是好像坊间那样的 问到有满意的结果为止 即是代表什么 我越问越低 不是越问越伤心 越问越伤心的了 真的越问越伤心 他意思是跟民主党说 你别想着我问完之后会有改变 看路啊 哎呀 糟了 民主党这次越问越低 这个 希望能够长时间跟进这个问题 哇 梁启智这次很厉害 到时我想这个 好像不知道这部电影有什么 给钱去掩住他的良心 然后说我的良心很大 这个就请故专家 请故专家 找曹查理 这张拍车够那样了吧 我的良心很大 糟了 那怎么办呢 现在梁启智没想过这么大的良心 糟了 这个民调 好难搞 已经开到明了 开了炮 他一定要截着梁启智 不可以再给他下次公布出来的数字 再低一点 嗯 那他就说了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帮他们想个办法呢 怎样可以 支援其说呢 比如说哎呀 不如我们找 蓝营那些人去做调查 不是做死我了 做死多钱 可以啊 其实可以啊 找何君尧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把何君尧的200万票推给他 就是支持我们的延任 支持他23条就等于支持他们的延任 因为泛民有机会有可能支持23条 行不行 是啊 捆统释投票 是啊 没错了 如果你说射到我那里 我们就会支持23条的了 行不行 应该可以的 好像牵强的一些 不过不要紧 都可以的 他们现在都够牵强的 现在他们都很牵强的老闆 现在想想想 真心说 其实可以 其实如果他们早点找我们 可以拿我们 我去编辑部的文条 我之前在YouTube那里 就用了钟建华的问题 就写了在社群 叫大家投票的 人大常委 决定现阶立法会 继续现行政策不少一年 你多支持或反对全体立法会议员 继续出任议员 到目前为止 总共的投票人 有4702票的 支持有58% 反对26% 一半半11% 不知道很难说有5% 拿这个文条就可以了 是吧 很认真 那4000多 我们帮他加多3个来就可以了 是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叫汪啟智 我们叫 是吧 不是 应该是 汪向智库研究中心的 民调得出来的 是吧 是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 汪向民调的 什么 名誉总监 好像是梁啟智那些 是吧 那我们继续讲讲梁啟智这件事 这个记者招待会 令到这些凡部派 相当之难堪 就是越问 不是越问 越问 越问 那个民调那方面 喂 大哥 原来 困困声那只 是吧 如果你问了几次 原来的结果 比例方面 比例方面 原来都是 将这个印象 打入大家的脑子 原来 大家 其实我现在都很记得 是超过一半 多些 就是希望他们全体不要做 但是 希望他们全体做的 原来只有二成都没有 还有 弹出弹入 又是没有两成 我开始都看到 开始会背 其实我看过几次 就是你说 你做个功课 可以了 记得了 不是 我这个评计 就是 弹出弹入 和任他们自由发挥 都是不过20% 就是一字头 看到就 如果突然间 你没有理由说 突然间要去到五字 一字头和五字头 是很难的事 我不知为什么 怎么做 除非民主党 将那个龙门 再收窄 收窄到 可能说三成就可以了 三成支持 我们弹出弹入 那就可以了 是吧 接着我们讲一下 梁启治是怎么样 他说 这个民调是怎么样 很搞笑的 他再继续讲 原来有另一个又是什么 中大政治行政学系的副教授 也都会说 说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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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论也挺有趣的 他说 现在这个社会 就着这个问题 意见就相当之分化 他说 不觉得这些民意调查 就可以平息到分歧 和修捕撕裂 这句说话 很明显跟民主党说的 你没想着做个民调 平息到分歧 修捕撕裂 你再给多些钱说 我帮你搞一些公关化妆 要加钱 加钱 入钱入钱入钱 你不单止给什么钟建华 和那些钟庭耀 不是给妈中 只是要给他 你要掩上他的良心 他才可以和你做个民调 出商中都不行 三中 这次要加中 真是麻烦 民主党 原来还说一个人背 为什么呢 他一背负了 他真是背窩盒 他背了整个范暴派的那些战 因为那些人都说跟他相机 你说不收钱 然后又叫我们跟他相机 如果你这样背水一战 我以为你一定可以 每个都害怕到死 然后再说 他认为这个范暴派的意见 最后都不会有一致的行动 即是代表什么呢 他们经常都说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到时 买食 不好意思 努力 买食 到时应该出现一个叫做 就是各有各样 是吧 青蛙 最后 抢包衫的嘛 抢包衫这么悲壮 全部的人都在我脚底下 他抢那些人血包衫 不知之后那个臉还还有一个骗人 下面 哈哈哈 接着这个调查很搞笑 调查就调查 我不知道他说了这些什么 就是把他们的问题 用数据弄出来给大家看 他说他们的核心问题不是去留 已经不是去留的问题 是他们已经出现了这个分裂 哇 不是说不分裂 不批评 不督灰 是吗 就是分裂 这个又是什么 没有分裂的本钱 这些全部都是下空话 就是 这些好像你无人三百两 一直在韩国说 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 即使你正在分裂 是吗 就是人家 咦我看到你分裂 不是 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 我们不会分裂的 其实已经裂到烂了 已经 有爆裂的本钱 但是没有分裂的本钱 哈哈哈 爆石也有这个本钱 是吗 是啊 跟着呢 也都说 喂 也都说 这个调查里面 有些人挺有趣的 留言 就是可能说说 其实呢 应该要想多些选择 就比侍晚 其实我暂时就想不到 什么选择 是吗 就是叫他 我就想叫他全部不要混 因为最好就是 就是情感上 那我们之前节目都讲过了 最好当然尊重一个人大的决定 是不是 就是说出信给特首 就是说出信给人大 这个挺有趣的 是不是 就是人大说的时候 你不立刻说 这个我都不太明白 就是 我都不太明白 这些将军的部署 是什么 是吧 好了 也都说 其实有些人就说 留在议会 都有的人 就有责任解释 你留守在议会 有什么用 就是除了什么 督眼督鼻之外 督眼督鼻 督眼督鼻 其实不是一个用处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说 我最大的作用就是督眼督鼻 其实 如果论督眼督鼻 最离谱的 应该是那些 斩树桩 那些 是吗 斩树桩 更加烦 是的 就是那些 听到那些声音 都觉得有点头冻了 其实 是的 就是你说叫做 灰情问题 是的 或者那个林卓廷 林卓廷 因为我们不是现场 那些灰狗 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大的 是的 我们看画面而已 我纯粹隔着屏幕都闻了 隔着屏幕都闻了 那些臭的 喔 糟糕了 然后再继续说 你要告诉别人 你留守他 究竟什么作用 或者 重要了 这一句就是 你如何向一些 叫做年青的初选性出者 分享权力 你还没有派名 为什么要分享权力 其实就是想奪权 说这么多话 为什么要分享给你呢 那些移植是我赢的 因为他年轻 还有一个 你初选赢了 不等于你到时 真正的选举的时候 都是赢的 是的 他们觉得是的 其实都挺自信的 我看到他们那些人 如果不是今次延期了 postpone了整个选举 整个选举 整个选举 其实他们 那个 真是很囂的 那股梟味 不是臭糊味 很囂的那股味 其实你都闻不到 所以他赢了 赢了 他当政治赢了 一定要 不是进驻白宫 是进驻立法会 大楼里面 就算写着 助理 都不是助理那么简单 是影武者 自己是 到时 他自己拿个途举 贴着影武者 是吧 可能写着 林卓廷议员 不是他的助理 写着 议员影武者 会不会 可能到时 设计一些绯号 给自己 这个就相当爆笑 所以这帮人 未来呢 再民调下去 这个梁启治 要掩着梁启治的口 和他旁边那两个 或者要 叫他们帮忙 的话 没办法 真是 相当大了 这个良心 民主党要在个荷包里 拿些东西 帮忙 才行 有些什么package 或者有些什么叫做 那些 类似 好像培训民主党的package 还是什么 训练计划 要帮顺一下才行 我们香港人 是不是 名誉总监 名誉都是要钱才能够 那 祝福民主党 这次祝福民主党 看看你们搞成如何 用我们的民调 要是 免费给你用 免费 或者你捐回饭去哪些组织 也好 做一些事事 福有有归 那你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 保持你的位置 就这么简单 保持你的位置 捐好饭 最好是把收条过来 我和你转发出去 给人看 胡志伟 你 入购 入捐 好了 今次多谢大家 这个纯粹讲笑 做善事 我们不管是胡志伟 胡涂智伟 还是许智峰 总之做善事 我们也是欢迎的 很欢迎 没错 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